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人物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美国政治舞台上最新的动态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乔治亚州举办了一场星光熠熠的选举集会 与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摇滚巨星布鲁斯·斯普林斯丁同台 共同为即将到来的选举进行最后的冲刺 斯普林斯丁毫不留情地指责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野心 而奥巴马则批评特朗普的商业背景 并强调哈里斯作为中产阶级的代表 随着选民提前投票的热潮 哈里斯在黑人社区中的支持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厄瓜多尔的传统兵人巴尔塔萨·乌斯卡离世 象征着一种古老生活方式的结束 这不仅让人怀念,也引发对环境变迁的深刻反思 最后,洛杉矶时报公会呼吁读者不要取消订阅 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数百名记者的薪水 这一事件凸显了媒体独立性和公正性的重要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乔治亚州这个关键的摇摆州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于上周四举办了一场星光异议的选举集会 希望借助名人效应助力他的竞选活动 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最后的冲刺 在这个激烈竞争的战场上 哈里斯攜手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摇滚传奇布鲁斯·斯普林斯丁 共同面对数千名热情如火的支持者 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 斯普林斯丁在集会上以其一贯的犀利风格直指特朗普 毫不客气地批评他的政治野心 他一针见血地说道 唐纳德·特朗普想要成为美国的暴君 这番话不仅引发了现场的一片掌声 也在民主党支持者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因为许多人担忧特朗普若再次当选 将可能滥用总统权力 斯普林斯丁选择演唱了三首具有社会意识的歌曲 其中包括《应许之地》 试图以此来强化哈里斯的蓝领形象 进一步拉近与基层民众的距离 奥巴马则在集会中毫不留情地 对特朗普展开一系列猛烈攻击 质问其商业里的虚假形象 并嘲讽他的词与沙拉式演讲 他调侃道 我们不需要四年的假王 假独裁者四处跑着试图惩罚他的敌人 这些生动的语言日益激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 哈里斯则努力塑造他的中产阶级背景 以此与亿万富翁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 他在演讲中承诺 一旦当选总统 将把意志通胀作为首要任务 并向群众保证 我们将建设一个未来 降低生活成本 这将成为我每一天工作的重点 集会吸引了大量黑人社区的居民 这对哈里斯在乔治亚州的选情至关重要 知名演员塞姆尔·L.杰克逊 和导演斯派克·李也现身发言 不断为现场观众注入新一波热情 据报道 乔治亚州已有约220万人提前投票 显示出选民的参与度极高 在这场选战中 哈里斯并不孤单 流行歌手毕昂斯将在周五与他一同现身休斯顿 以强调堕胎权利这一重要议题 这也成为他竞选活动的一个主题曲目 在多个摇摆州 奥巴马也展开了一系列演讲 包括宾夕法尼亚州 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希望通过 这些名人效应与政治盟友的助力 来提高他在黑人选民中的支持率 身为混血儿的哈里斯 正努力在政治舞台上成为美国首位女性总统 与此同时 竞争对手特朗普裔在进行猛烈的反击 在亚利桑那州的活动中 特朗普画面地描绘了移民暴力的阴影 警告美国已成为危险和无证移民的垃圾场 并重申如果当选 他将解雇负责他案件的特别检察官 表现出他一贯的强硬立场 在这样一场难以预测的选举中 两位候选人在摇摆州的名条中势均力敌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希望透过这场星光灿烂的集会 能够在这场政治大战中脱颖而出 为他的竞选活动注入新的活力 而在遥远的南美洲 厄瓜多尔的最高峰奇姆·伯拉索山上 却上演着另一则关于传统与变迁的故事 巴尔塔萨·乌斯卡 这位被曾称为最后的冰人的男子 终结了这一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习俗 他每周与驢子一起攀登到冰川 采冰并将其运回山下的市集 这一切都是为了延续家族的生计 然而 随着乌斯卡近日的去世 这一股老的职业也成为了历史 乌斯卡将冰块视为健康的特产 以每块4到5美元的价格出售 并与果汁或手工冰淇淋混合 他曾自豪地说 奇姆·伯拉索的天然冰是最好的冰 味道最美 富含维生素 然而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 冰川的迅速融化 使他的工作越来越艰难 他的儿子胡安在纪录片中感慨道 我是过 但无法像我父亲那样做到 我太弱了 无法去那里 这位冰人的故事不仅是对一种传统的追忆 也让人反思自然的变迁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洛杉矶时报的编辑部正面临着另一场内部的风波 因报社决定不对总统候选人进行支持 备受批评 编辑部工会恳求读者不要取消订阅 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数百名记者的生计 在这场争议中 工会强调 健康的民主制度需要一个知情的公民社会 而这正是他们奋斗的目标 不论是哈里斯的选举集会 乌斯卡的冰人传奇 还是洛杉矶时报的内部争议 这些故事都显示出一个变迁中的世界 那些努力在时代浪潮中坚持自我 追求理想的人们的坚韧与勇气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里斯的选举集会在乔治亚州 是一次成功的策略 即便是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认为这是绝望之局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场集会确实吸引了大量支持者 借助奥巴马和斯普林斯汀的明星效应 不仅提升了哈里斯的曝光度 也增强了其在黑人社区的支持率 这次集会正如传统的政治运动 通过明星效应来拉动基础选民的支持 尤其在选举的最后阶段 这种集会不仅增加了哈里斯的媒体曝光 也可能转化为选票支持 从历史上看 明星效应一直都是政治宣传中的强大工具 从肯尼迪到奥巴马 这一策略在美国政治中屡试不爽 即便是对手将其看作是竞选策略的末路之选 但从选举结果上看 这种策略往往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场明星云集的选举集会 或许能短时间内吸引眼球 但从长远来看 这种策略不一定能真正转化为选票 哈里斯在选民中支持率的真正问题在于政策 而不是明星效应 正如特朗普所言 这更像是一种策略上的绝望之举 因为当政策无法满足选民期待时 再多的明星支持也可能是徒劳 从历史上看 明星效应在短期内虽然能吸引关注 但选民的最终决定往往基于候选人的政策主张 和他们的个人魅力 这一策略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有效 但在经济压力和社会不安加剧的当下 选民更关心的是实质性的政策解决 即便明星效应能提升一时的士气 若缺乏实质性的政策支持 选民最终仍会回归理性的选择 然而明星效应的作用 不仅仅是在于短期内吸引眼球 还在于其长期的文化影响力 哈里斯借助奥巴马和斯普林斯汀的影响力 不仅仅是增加曝光率 更是在传递一种文化认同和价值观的共鸣 这种文化共鸣 在美国政治中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从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 到2008年的奥巴马当选 文化共鸣一直是影响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 通过这种方式 哈里斯能够更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 尤其是对于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选民而言 这种策略能够很大程度地激发他们的投票热情 因此将这看作是 绝望之举是 低估了这一策略的长期影响力 文化共鸣确实在某些选举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选民的核心关注点仍然围绕在具体政策 和候选人的能力上 哈里斯如果只靠明星效应 而不在政策上实质性地展现他的能力 那么他在选举中的风险依然存在 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在之前的选举中获得广泛支持 正是因为他在某些选民中创造了一种反精英的文化共鸣 与此同时 他也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政策主张 选民最终是会回到政策实质 尤其是在经济问题成为选举的主要焦点时 明星效应可能会吸引一些选民 但缺乏强而有力的政策支持 这些选票可能很难持续到选举日 毫无疑问 政策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但我们不能低估明星效应 在塑造候选人形象上的力量 哈里斯以其中产阶级背景 和明星效应形成的文化共鸣 实际上在选举中塑造了一种平民化的形象 这种形象能够迷和其与基层选民之间的距离 历史上 候选人通过明星效应 获得支持的例子屡见不显 从富兰克林帝罗斯福的 火边谈话道 奥巴马的 是的 我们可以运动 这些都显示了文化力量 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 当然 政策的落实是必须的 但在竞选的过程中 形象塑造和文化共鸣 是不可或缺的策略 这不仅能够提升支持率 还能凝聚选民的向心力 为政策落地 创造良好的氛围 形象塑造和文化共鸣固然重要 但我们还是要回归到选举的核心 那就是政策和候选人的履历 哈里斯的集会虽然吸引了众多支持者 但如果没有具体的政策落地 这种吸引力难以持续 从1980年戴里根的晨曦中的美国 到2016年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 成功的选举运动 往往是政策与文化共鸣的完美结合 选民需要看到的是候选人能够带来什么改变 而不仅仅是受到明星效应的短暂吸引 哈里斯需要更明确地传达他的政策主张 以确保他能够获得长期而稳定的支持 毕竟 选票来自于对未来的信任 而不仅仅是当下的热情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琪琪 在明星效应与选举策略的辩论中 展现了各自的观点 贯穿了政策与文化共鸣 在选举中的重要性 楚天书认为 哈里斯的选举集会 借助明星效应成功吸引了支持者 而谢琪琪则质疑 这种策略在缺乏实质政策支持下的有效性 两者的观点各有道理 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 楚天书强调明星效应的长期影响力 引用历史势力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表明政治宣传的文化层面不可忽视 然而 他对于明星效应与具体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 较为浅薄 虽然明星效应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候选人的曝光率 但如果缺乏具体政策和策略的支撑 这种效应的持久性是值得质疑的 在美国这样一个政策导向强烈的选举文化中 根本上能够决定选民投票的仍然是候选人的政策承诺和履行能力 谢琪琪的回应则将焦点重新引回到政策的重要性 明确指出选民最终的选择取决于候选人的能力和具体政策 他的观点切中要害 提醒大家不要被短期的热情和明星效应所迷惑 然而 谢琪琪在论述中也显得有些偏颇 似乎忽略了明星效应在当前选举环境中的潜在价值 事实上 选举政治的复杂性使得单一的因素无法完全解释选举结果 明星效应在某些情境下仍然能激发选民的情感共鸣 总结来说 楚天书和谢琪琪的辩论虽然各有优势 但两者都未能处即明星效应与政策之间的微妙平衡 明星效应在选举中无疑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工具 但如果不搭配实质政策 则难以形成长效的选票支持 反之 单靠政策推动而忽略候选人形象的塑造 也可能无法在选举中取得成功 因此 未来的选举策略应该在明星效应与政策 主张之间寻求平衡 以达到最佳的选举效果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